皆さん,欢迎来到一只麻剧场 我是以一己之力讲述钟爱的经典好剧的依依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一部2020年刚刚上映的 豆瓣评分8.9的国产悬疑网剧《隐秘的角落》 该剧上映后就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不仅是因为剧情跌宕起伏,细节刻画十分细致 演员们演技精湛,色彩构图配乐恰到好处 更是因为该剧引发了大家对于人性另一面的思考 真的是一部质量上乘的良心网剧 影片刚开始第二分钟就爆出了第一个惊悚镜头 前一秒面带笑容帮着摆拍照姿势的眼镜哥 一把将自己喊着爸妈的一对老人推下悬崖 这时影片正式拉开帷幕 男主是一个名叫朱朝阳的男孩 学霸体制的他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名 可是性格孤僻的他不仅没有朋友 还会因为在考试时拒绝帮同学作弊 反遭同学欺负 而班主任却在家长会时单独找到朝阳妈妈 说他性格内向孤僻不合群 朝阳妈妈则是以学校就是来学习的地方 交朋友是进入社会才会做的事情怼了回去 其实朝阳是一个单亲家庭 父亲早前出轨 母亲与其离婚后在离家较远的景区工作 总是留朝阳自己在家 而他的父亲也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 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 还生下了一个小女儿 父亲对自家儿子的了解 甚至都没有排友知道得多 本就短暂的父子相处的时间 也被年轻妻子的一通电话打乱了 这边父亲刚带着朝阳试了一双小白鞋 年轻妻子和女儿朱晶晶就杀到了现场 宠溺女儿的爸爸瞬间就被吵着要买新裙子的小女儿拉走了 谁知自己爸爸刚给买的袜白袜白的新鞋啊 出门就被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踩了一脚 这个后妈更窍 让女儿给朱朝阳道歉 还补刀一句 人家又不像你天天有新鞋穿 而此时的朱朝阳也只是默默隐忍 懂事的自己先回了家 独自在家的朱朝阳忽然引到了两位突然的客人 一位儿时的玩伴 颜良 还带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 朱朝阳忙把落魄的二人迎进屋子 询问情况并且给他们东西吃 原来二人是从福利院跑出来的 一位普普的弟弟被人收养 又患了白血病 为了见到自己的弟弟 并且为其筹钱治病 让福利院最好的朋友 颜良带着他逃了出来 但是朱朝阳的眼神里满事谨慎 甚至还在第二天睡醒的时候 把自己妈妈的首饰包藏了起来 还用了一根头发夹在衣柜门上 来提防两位朋友 在经过幸运考验后 朱朝阳也对他们放下了戒备 为了给普普拍照 烧给去世的父母看 三人一起去了景区爬山 谁知在半山腰三人录制合唱《小白船》时 正巧拍下了片头的那一幕 朱朝阳立刻就想要报警 却被颜良按了下来 因为他和普普不想被警察知道 害怕再次回到福利院 但是放任杀人犯不管 肯定也是不行的 所以三人决定找到杀人犯 并且给他一封警告信 巧的是 这个人正是朱朝阳暑假奥数班的 代课老师张东生 原来张东生是一个倒茶门女婿 背景离乡来到宁州 与妻子结婚八年 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少年宫当校宫 但是家庭地位可以用很卑微来形容 下班回来想着给妻子煲汤 时刻提醒妻子按时吃药 岳父母对他的态度也是写在脸上的 甚至亲戚喜事的红包 都是妻子提前装好 偷偷塞给自己的 即使这样 妻子依旧是看不上他 甚至在一家人的餐桌上 还会被亲戚点到 男人没有野心就不算是男人 而影片最开始被张东生推下悬崖的两位老人 正是他在前一天还为其夹菜的岳父岳母 为了给杀人犯送警告信 三小只来到了少年宫 由朱朝阳出面去上他的奥数课 剩下的二人在外面把风 这时普普看到了踩了朱朝阳小白鞋的朱晶晶 于是把他叫到了五楼杂货间 准备言语恐吓一下小姑娘 让他以后不要那么嚣张跋扈 谁知朱晶晶在看到朱朝阳也跟过来之后 瞬间情绪就激动了起来 喊道你们是一伙的 我要向爸爸告朱朝阳的状 还要站在窗口 让所有人都看到二人欺负了他 结果自己一个没站稳 从五楼的窗口直接摔了下去 当场死亡 剩下惊恐的梁小只 也在慌乱中尽快离开了案发现场 而收到警告信的张东生 也利用信封上的笔记 顺利找到了朱朝阳 直面杀人犯的三小只 有些惊恐不知所措 张东生决定用钱 来买自己作案的视频 每小只一万块钱 一共三万块钱 但是呢 我们严良哥人狠话不多 直接张嘴就是三十万 我们张东生也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虽然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但还是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稳住了三小只 并且在之后交给他们一张卡 答应每周往里面打三万块钱 暑假结束就够了三十万 三小只也表示很是满意 另一边 失去爱女的后妈 在看事发当天监控的时候 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于是就发了疯一样 来当面质问朱朝阳 不仅当街扭打死扯 还毫无根据的在楼梯间 贴满了印着朱朝阳大头照的小广告 甚至还直接跑到了他妈妈工作单位的景区 运用景区广播大声控诉 结果竟然还炸出了朱朝阳妈妈 在津津坠楼那天 跟自己领导出去开房的丑事 后妈这一顿胡闹 亲爸也坐不住了 主动找到了朱朝阳 来展现父子情深 不仅带他来吃好吃的 还送了儿子进口的泳镜 可是他并不记得 这是父子二人第一次吃糖水的地方 甚至还在自己的包内放了录音笔 想要套自己亲儿子的话 这...亲父子俩呀 整这一套是挺没意思的 但是呢 我们朱朝阳在看到录音笔之后 不动声色地把录音笔放了回去 甚至还深情表白了一番 什么美好回忆呀 什么后妈也不容易呀 什么自己想跟金金妹妹交换一下 替妹妹去死 至少那样爸爸不会这么难过啦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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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玩家呀 这给老爸说的是感动不已 羞愧难当 以后立志要做一个好爸爸 另一边的张东升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本以为失去父母的老婆会更加珍惜自己这个亲人 谁承想 他老婆早在外面有了新欢 甚至在自家楼下还让张东升碰了个正着 即便如此 他还贴心地帮出门的老婆搬运行李 不过在后备箱整理行李时 捣鼓了一会儿 之后又深情款款地尬了一下演技 不过他老婆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结果没几天沙滩上就被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 而这个地点和黄色泳衣又是那么的让人熟悉 隐秘的角落前六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由于篇幅原因 剩下六集将统一在下一期为大家讲解 张东升的老婆是怎么死的呢 是否跟张东升有关 朱朝阳的爸爸又是否知道了 宝贝女儿坠楼那天 亲儿子也在五楼杂货间呢 后面出现的新人物 一脸恶像的小平头 上来就掳走了朱朝阳 他又是谁呢 下一期一一为大家讲解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